那時候我也是愛到嘛 就是想說什麼事情 我都會願意為他做 然後他那時候真的是 有點把我像是當作免費的 Uber Eats外送 然後還有一次更扯是 他說他要吃基隆的咖哩麵 那時候還坐計程車 因為我沒有開車那時候 我還坐計程車 去到基隆幫他買那個 他想吃的咖哩麵 然後我就買過去給他的時候 真的是已經晚上大概十二點了 他就這樣很深就問我看 為什麼沒有辣椒 他說我要跟你分手 天啊 好吃過喔 他就說他跟我們分手 因為我沒有拿辣椒耶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收看到 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 給你看一下我的有多瞎啊 為什麼不拿辣椒 這也可以當分手的理由 因為你把它做成辣椒水 準備拿來噴頭 並沒有 現在想想是還滿想的 那時候我也是愛到嘛 就是想說什麼事情 我都會願意為他做 然後他那時候真的是 有點把我像是當作 免費的Uber Eats外送 因為他晚上十點十一點的時候 就會說 我想要吃哪裡的高級水果 你可不可以去幫我買 然後還有一次更扯的是 他說他要吃基隆的咖哩麵 那時候還坐計程車 因為我沒有開車那時候 我還坐計程車 去到基隆幫他買那個 他想吃的咖哩麵 你的眼神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對他有一個女孩子 可以願意為一個男生這樣做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啦 你很 因為通常都是我在幫志希做這樣做 很少女生會幫男生做這件事 那時候因為我就想說他很忙 然後我就幫他買這些東西 也無所謂 然後他前面都好好 直到有一天 他就跟我說 他要吃一個滷味 然後我說 好 那我去買這樣子 然後我就買過去給他的時候 真的是已經晚上大概十二點了 他就這樣很深就問我看 為什麼沒有辣椒 他說為什麼你沒有拿辣椒 然後我還跟他說 那不然我去旁邊的那個全家 還是什麼 我幫你買就好 對 他說不行 我要的就是他們店家的辣椒 我要是不是辣椒不是滷味 他說他們家炒的辣椒 就是很好吃 我就是要配 他說 我要跟你分手 那好直播喔 太早 他就說他怎麼分手 因為我沒有拿辣椒耶 你不覺得他就是在找一些狀況 然後讓你去出任務 出到你會覺得說 這麼遠你也叫我去 結果他一直達成 然後一直拖 對 你都達成 其實你買到之後回來 他說 他真的去買 然後再想下一關 然後我要損怎麼辦 你知道就跟他要交 我想說出來 他有沒有賢東賢西 酸菜也有了 不是 我要共玩也有 辣椒 沒有辣椒 終於找到了 他一直在找麻煩 原來是這樣是不是 真愛找麻煩 會在這種時間點 然後就說 這麼奇怪的理由提出分手 他一定是已經有個 備胎在那裡 你是說 第三組嗎 不管男人 女人都一樣 是不是辣椒先生 就是因為他有另外一半 沒有錯 在拿辣椒這件事情的 前面一個禮拜 他就說他工作很忙 叫我不要待在那邊打擾他 他就叫我趕快回家 然後通常都會直接在那邊講電話 可能公事還是什麼的 但是他那一個禮拜 他是出去講電話 他說沒有啦 我怕我講話太大聲 我會吵到你 所以我就在外面講電話這樣子 那時候我覺得奇怪 有沒有想一下 你不沒有 你那個一定沒有 你這個紀念很大 還不覺得奇怪 所以我也覺得奇怪 你應該覺得他很貼心吧 他很貼心 對... 我那時候覺得好像... 對 好像覺得他好像 是不是改變了 好像有一點點貼心 對 我都還想說沒有什麼 是直到後來 我朋友跟我說 他在外面去逛街的時候 就是出去 就是還... 而且還是有牽手的 去逛街 他們大剌剌的牽手 就想想 好啦 應該是因為 這一個女生的原因 他才想要找那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所以其實都會有蛛絲馬跡 對 只是當時我不想相信而已 對 不想相信 對 我們都會說服自己 應該不會是 對 而且就算有 他也會選擇我 對 殊不知 男人就喜歡新鮮感 是嗎